今天台经界最大的新闻,就是贾跃亭把许佳义一脚给踢开了,两个人的蜜月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,贾跃亭就坑了中国首富。 贾跃亭在没有达到合同条件的情况下,要求恒大的资金到位,结果引发了双方的不满。 目前贾跃亭已经向香港仲裁中心提出申请,要求剥夺恒大在FF汽车的融资同意权,这意味着贾跃亭可能将引入新的资金,其是恒大在FF汽车的股权。 许佳义对此还没公开发表意见,不过显然准备在汽车领域大展拳奖的许佳义,吃了一个哑巴亏。 去年年底,许佳义跟贾跃亭签下了协议,许佳义还去美国参观了FF汽车的总部。 贾跃亭也到广州考察舰厂的用地,随后许佳义决定在三年内投资FF汽车20亿美元,总共分三期打款。 恒大也将占新的合资公司,得45%的股份。 目前恒大的第一笔资金8亿美元已经到位了,因为这笔投资,恒大健康的股价曾经一度猛涨。 许佳义也再次重夺中国首富的宝座,许佳义是2017年的中国首富,去年一年之内她的身家暴涨了200多亿美元,也就是一天能赚近1亿美元。 许佳义也是去年全球赚钱能力排名第二的富豪,仅次于亚马逊的贝佐斯。 不过,这样精明的许佳义,最后还是中了贾跃亭的套路。 其实这几年被贾跃亭套路的人卓士不少。 贾跃亭出生于1973年,她本来是山西的一个小公务员。 后来辞职去北京创业,在创办乐视之前,贾跃亭曾经创办了一家公司,并且在新加坡上市,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 贾跃亭在2004年创办了乐视网,进军了视频行业。 并且在2010年率先在创业版上市,乐视网曾一度成为了创业版最大的公司,使之超过了一千亿。 贾跃亭随后就开始大规模的扩张,进军了电视、手机、汽车、体育、电影等等行业。 贾跃亭的事业在2015年达到了巅峰,当时大量的明星跟富豪都投钱给她。 两三年贾跃亭撑起了巨大的盘子,获得了超过了700亿的融资。 贾跃亭也被许多人看称是下一个马云。 不过在进入2016年之后,乐视的资金链开始出现危机,最早是从乐视旗下的一道用车开始。 贾跃亭罗用用户的充值,导致一道用车资金链断裂。 随后乐视的各个板块开始出现断崖式的崩爬。 不过贾跃亭非常厉害,当时关于她是骗子还是改革家的争议不少,许多大人物都站出来为她说话。 贾跃亭还找到了她长江商学院的同班同学,当时持几家商事公司,地老板都站出来力挺她。 包括了海澜之家的周建平,以华集团的林少喜等等老板,一起投资了四十亿给贾跃亭。 当时许多人认为贾跃亭已经稳住了,不过比起贾跃亭的窟窿,四十亿根本就是被水遮薪。 随后乐视经历了财源,供应商追债等风波。 不过这一次,贾跃亭又找到了一个冤大头,他就是自己的老乡孙红斌。 孙红斌当年也曾经走投无路,所以他非常了解贾跃亭的处境。 另外孙红斌才大气粗,还一直想着要转型。 所以孙红斌也于是就花了一百五十亿,接手了乐视的一大堆基产。 不过精明的孙红斌最后也被坑了。 孙红斌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清楚的乐视内部的问题。 乐视其实除了部分有价值的资产啊,许多公司都是空壳而已。 而电视跟手机板块都有巨额的债务。 孙红斌也承诺自己投资失败了。 他还说如果有人要接手的乐视的话,他愿意打折出售。 孙红斌这几年其实接手了不少类似乐视的公司。 从当年的律程,再到家照页,孙红斌每一次都全身而退。 没想到孙红斌最后也待在假月亭手里了。 更加运人没有想到的是,在孙红斌之后,许家艳艳跟着被坑了。 坑了同班同学40亿,又魁了老乡150亿,如今再坑了中国首付100多亿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假月亭也是一个传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啊。 谢谢观看